來到大阪玩,應該看過南波梅田車站人來人往熱鬧的景象 但你知道嗎?大阪也有個相當特別的車站 據統計這站在大阪府的JR車站中是一日搭乘人數最少的一站 現在我們就坐上列車前往這個特別的地方 一起看看當地的現況和周遭的景象 那我已經到了這個車站,它的站名就叫做三中西 從大阪市區坐車到這大約是一個小時20分鐘左右 我剛在出站的時候就有稍微觀察一下是不是真的完全都沒有人 真的只有我一個人下車 這個車站的時候真的是挺荒蕪的 旁邊有些咖啡廳跟餐廳 我現在走到它另外一個月台的方向 就是往大阪那個地方 它就是兩個車軌 左邊那個地方就是往和歌山的方向 後面這裡有一個是等電車的一個小小的房間 那三中西車站這個附近有什麼獨特的地方 根據資料顯示 這裡是在昭和五年 也就是1931年的時候 當時隨著板和電氣鐵道 往和歌山方向延伸所開設的車站之一 而這裡其實也是位於大阪府還有和歌山縣的交界附近 在過去江戶時代的時候 是德川紀州家餐秦交代中 在紀州街道上重要的樹場之一 所以這邊周遭也保留了非常多古老的街景 而且和川兩旁聽說也種植非常多的櫻花樹 所以很多人也會在櫻花季的時候來到這邊賞櫻 最重要的是根據統計 這一站是大阪府內的JR車站中 乘客人數最少的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小通道 不知道會通到哪裡 這裡真的就很 很怎麼說 很像一個室外桃源的感覺 就是這一條啊 這一條有一個小溪 如果兩旁這裡都是櫻花樹的話 拍照應該超級漂亮 因為這一站叫做山中溪嘛 顧名思義就是兩旁有山 然後中間夾著一個小溪流 幾間食堂 大眾食堂 原本想說來這邊吃個飯 但是好像關門 上面就有踢一張紙倒閉了 旁邊這一間店也沒有開 這裡確實人煙非常的稀少 後面這裡還有一個遺跡了 叫做山中關 地府寺0.6公里 還有一個櫻桑寺1.5公里 雖然這座車站現在乘車人數最少 但想不到的是 這個地方曾經卻是人身鼎沸的繁華之地 事實上山中溪在昭和中溪 原本是個人來人往的溫泉街 當時它位於山中溪谷旁 當地的溫泉業曾經充滿了生氣和熱鬧 但一切的改變 就要從1970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談起 當時為了博覽會 周遭開始建設汽車道路 由於這項建設工程需要徵收土地 所以導致一些旅館不得不關門停業 再加上國道的開通也改變了遊客的流向 大家紛紛開車前往河各山旅遊 造訪白濱、聖樸等南紀地區的溫泉景區 這時的山中溪的客流逐漸減少 溫泉街的商業繁榮逐漸退去 不久後許多旅館都一一停業 走在現今的街頭其實已經很難想像過去溫泉街的景象 但在位於車道兩旁的附近 和殘留著一些過往的溫泉旅館 只是他們已經不再營業成為了廢墟的一部分 所以這裡是有一點像是我之前去日光那邊鬼怒川的感覺 就是它以前有很多的溫泉飯店在這邊經營 後面看得出來有一些這種小商鋪 現在已經完全鐵門都拉下來 全部倒閉荒廢了 可是在這個建築的後面呢 那邊有一個之前的溫泉旅館 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廢墟 這樣子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裡面那邊有一個旅館 也寫說禁止進入了 旁邊還寫著非常的危險 這附近也雜草重生了 這邊應該是有一條路可以上去的 完全被草給堵住了 通上去就可以往那個山中的一些步道行走 不過看來應該是沒有人在這邊走動 之前去的那個鬼怒川溫泉啊 它那邊並不是說全部都荒廢了 是大概有三棟四棟左右 然後就集中在一個地區 旁邊剛好也是一個河川溪流 其他的話還有溫泉旅館繼續在營業 但是這個地方已經是完全一間都沒有 之前我有去大阪也是 有一點算是秘境車站 叫做木金川車站 那部影片很多人留言說 蛤 這個看起來很熟悉啊 不是台灣台鐵的樣貌嗎 怎麼會詭異呢 一點都不可怕啊 之後回去看那影片 好像真的蠻像的 它那個車站是天花板啊 牆壁完全都已經破洞了 是一個無人車站 完全沒有任何的收票員啊 或是管理員在那個地方 再往前走好像也沒什麼東西了 到這裡步行的道路就沒了 像日本這些車站啊 可能在未來不久 有些地方真的每一天的乘客人數太少 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廢站 或者是整條線路也有可能會成為廢線 有一個設施在這裡好大啊 好像就是一個很大的這種公園 然後裡面有一些吃飯 或者是一些廣場 食室 有餐廳嗎 而且這邊路源 它也沒有收任何的門票啊 就直接這樣走進來就可以 後面這裡感覺很像是一個什麼森林步道啊 很大的 這種可以践行的地方 紀州街道 就是這一條 熊野街道 紀州街道 蠻漂亮的 就很像 以前的這種日本的古道啊 上面都是石板路 旁邊有很多這種 古明家 很像奈良那個地方感覺 比較不像京都 奈良像這種一圈的老房子非常的多 這裡真的蠻漂亮的 古色古家啊 很像日本的一些觀光地的老街 但它兩旁呢 都是住宅啊 沒有什麼太多的商鋪 真的是一個很 DEEP的 私房景點 我覺得如果這邊打造成一個 日本的觀光老街 完全不是問題 因為每個建築都超級有 這邊的特色 而且街道 保持那個整潔度 非常的乾淨 走在這裡 的那種感覺非常的舒服 這邊一棟一棟都是 名家 他們也並不是說 在這裡做生意 這真的是自己的房子 好像是一個旅館嗎 住民中心 想不到吧 在這裡的車站旁 居然還能發現 這麼古樸又漂亮的街道 其實這條紀州街道 是日本五條古道之一 在江戶時代 被視為紀州和泉州之間的 重要交易路線 歷史上也曾是 餐秦交代時的大名 和商人們的必經之地 這條街道的起點 就位於現今的大阪市中央區 然後一路穿越街市的大道京 經過賓寺 實行最後抵達到合格山 然後一路穿越街道 終於找到一間餐廳了 這是吃蛋包飯嗎 我來品嘗一下這間 三中西當地的咖啡 感覺怎麼樣 我剛剛原本想要點 它的那個飯 但是它這邊其實是一個店 然後裡面有賣很多 有賣咖啡的啊 有賣減餐的 還有賣這個飯的 今天只有咖啡這間有營業 三中神社 這裡有一個神社嗎 你們看不出來 舊莊烏烏夫江湖時代 這也是以前的一個古宅 雖然沒有吃到它的那個飯 有點可惜啊 不過 一個小餅乾跟小咖啡也不錯啊 剛我在喝咖啡的時候 我就在想啊 因為走過來這邊真的只有它那間店 有在賣一些東西 怪不得它兩三間這種賣不同種類的小餐飲店呢 他們就合開在一個房間裡面了 不過他們的客源可能也是當地人比較多 因為畢竟這裡是整個大阪府裡面 JR乘客呢 人數最少的一站 所以應該也沒有人會像我一樣 特別坐車過來來這邊吃這間店吧 旁邊的小山上都是一些民宅 還是有蠻多人住在山的附近 剛剛那一條紀州街道也是小小的一條 大概五六分鐘就可以走彎了 不過我剛剛看地圖這附近好像還有一些神社跟寺院的樣子 有一個以前是小學校的遺跡 山中公立小學校 學校的遺跡好像是在上面 剛剛稍微看它那個班這些 那個學校好像也很早就有建在這個地方 當時因為這裡是山中期的關係嘛 所以通學呢 就從家裡來到這邊上學 其實路途也不是這麼的容易 經過這個時間的關係 最後這個學校還是被廢掉 這邊就是地府寺 感覺看起來外觀還不算舊 上面長了一個好大的植樹喔 一些建築來看的話還是很有年代感 隱藏在山中溪的一個小寺院 最早從這個八王子社開始 1079年馬末王子社 上面好像有一個 日前神社改修竣工的一個紀念碑 紀州剛起 中間還有一個家文圖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